篮球打到一半 篮球架怎么突然逃跑 还越跑越快 两名男学生要追都追不上 很像是台风啊 你看就是到处都是有那种 树枝被吹下来 原来是新竹风太大 最近当地篮球网都明显摇晃 甚至让东区运动用品店 三楼空地中篮球架 钉在地上也被吹跑 业者说现在还要加压重物 就是因为酒降风 当天让新竹达到酒急风 相当于轻度台风 这样风的话就是大概是在10月开始 就是在沿海一带 就是会有强盛 在这边是一个喇叭桶 所以导致就是说 风会从热喇叭桶关进来 今年吹得很好 这个老天爷 我认为始终都是很眷顾我们 士饼农员老板却一脸开心 黄澄澄世子是经过日晒风吹 才变成士饼 有了每年农历九月东北季风 和地形符合效应变成酒降风 就能让士饼更快形成 毕竟日晒水分蒸散率是30% 风吹则高达70% 靠得天独厚强风 也才让新浦知名士饼产业 不至于太惨烈 牛星市的产量今年是比较严重不足 农民老化的问题 这个还是比较大的问题 年轻的没有在接地上来 牛星市今年产量剩两成 但有酒降风鼓舞 他们晒往特别从竹边变白铁 也是为了让世子被风好好吹 不会整盘倒掉 附近被风吹歪头的树 一起感受酒降风 年年吹出不同美丽与哀愁 报道新闻林区林博志新竹创报道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 才会 explored 迷不开 至于 道明 爹 挖 易 大